大家好 今天繼續家居隔離 都是吃雪櫃菜 今晚跟大家分享什麼菜式 一個很簡單的 也可以長期儲存 就是涼瓜燜雞 涼瓜燜雞 我用這個雞腿 我已經切好了 先介紹一下材料 涼瓜燜雞 一定有蒜蓉 辣椒 有我的萬用豆豉醬 如果沒有自己做的萬用豆豉醬 就可以用蒜頭 即時剁掉它就可以了 可以把材料沖 今天我用的是雷公鑽 或者是大釘 如果是燜苦瓜的話 切法有點不一樣 大家看看 切條狀 這個苦瓜都放了很久了 大家看到的表皮都有點稠 沒有辦法 這些苦瓜都可以放一個星期 如果收藏得好 雞腿已經剁好了 我現在就開始醃了 醃雞腿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如果大家跟著我的話 都是那種醃 醃雞腿就這樣醃 甜雞也是這樣醃 這裏兩隻雞腿一樣 18元 抵食 好 這裏磅半 我現在就放一斤鹽 即是當它一斤這樣算 然後這個糖可以放多一點 大家看到的 我是有些血水流的 是的 那我就當它加水了 待會我解釋為什麼 然後 然後 輕輕一點雞粉 然後 胡椒碎 然後 然後 生粉 生粉 兩至三匙 好 然後 然後 麻油 麻油多與少 就視乎大家喜歡 如果想香一點 重味一點 就放麻油 然後 廣東米酒 然後 然後 生抽 大概 兩至三茶匙 好 然後 輕輕一點 蠔油 蠔油不用多 一茶匙就夠了 輕輕調味 那 基本上 醃雞 即是炒雞 來的 醃雞 或者是醃田雞 那些 都是這樣醃的 OK 那我就加了薑片 下去 那 大家如果跟開我的話 都知道 那我經常都強調 醃肉 如果大家想是 醃得夠滑 那 就一定要加什麼 加水 大家先頭見到我沒有加水 為什麼 因為 它滲出血水 再加上 酒 生抽 就差不多了 OK 那 大家聽到 今天 其實我又計錯數 然後 我七日才開始計算 即是 計算它 上手環 那個時間 所以呢 實際上 我應該都還有兩日時間 即是星期一 才去做這個快測 那 希望可以 順利過關 那 連續兩日 接著之後 星期二就放監 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其他菜式了 就不用那麼Dry 那 那 大家現在聽我的聲音應該 都OK的了 已經 今天呢 即是昨天呢 就 跟大家 就是 分享完 那個 疫情煮飯仔 你看看 晚上又有幾口咳 咳 那不是很舒服 那 吃了藥 睡覺 今天呢 就舒服很多了 那 都是有點反覆的 其實呢 整個過程呢 都是好像 感冒 那樣 但是 相對於我以往的感冒 要不就沒有感冒的 就整年都不感冒的 要不感冒呢 就重感冒 好辛苦 但如果 比我比較的話呢 我覺得 感冒是辛苦過這個 這個 這個疫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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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 很 那 有人說 整天都恐嚇我們 說有重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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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族呢 就好大盆人的 其實呢 試過兩單個案子 是感冒死了 還是莊年了 40歲了 那 那 因為一個是感冒菌上腦 一個是感冒菌入心 三天就搞定了 所以其實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我不是說想非別人的想法 我只是想跟大家說 生死有命 任何這個世界上 你只要接觸到的東西 都是有風險的 包括我們吃東西都會噎死 所以就無需帶過擔心 可能有朋友仔又會有個疑問 你照顧老婆照顧的應該很少接觸的 外面的為什麼你都會感染到 其實我感染到是我子女先感染到的 在外面 跟著完之後這個菌也算快了 以前我們一家人 如果有感冒的話 可能都是一兩個 就不會整家在一起 這一次就整家在一起 我跟我老婆說笑 我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大家看到我是不是在發風 其實就不是 因為我在拌東西 如果大家是真心想學習的話 就會看著這個質感的變化 我就說過很多次了 我不是耍時間 我是想讓大家看到質感的變化 和一些細節的變化 煮食不是說你拿到菜譜 即是你拿到菜譜 那食譜你就天下無敵 不是的 其實真真正正影響到你 你那個菜式的成敗 其實就現在 我發緊的風的時候 這些細節 大家先看到是有水的 現在拌一下拌一下拌一下 那些水就不見了 但是我會繼續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現在停手的話 我一停了 待會它會把水放出來 我現在繼續拌 主要的原因就是 想令到它 就可以繼續吸收那些水 然後吸收到 最後那些生粉就 縫合了黏住那些雞肉 這樣它就可以防止水倒流出來 如果我們這個部分是拌得好的 待會我們煎雞就煎得很漂亮 煎雞煎得很漂亮 炆雞自然會漂亮 大家說是不是 所以其實是環環相扣的 OK 好了 那我現在呢 都拌了一陣子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那沒有什麼了 沒有水倒流出來 然後我們就封油了 少少就可以了 繼續攪拌一下 繼續攪拌一下 OK的了 然後現在呢 大概等下半個小時後就用得了 其實煮食的樂趣是很多的 用的時間其實都不是很長 不過你要學懂所有東西 其實你是要花時間去練習的 OK?行不行? 那等下開鍋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大家 現在正在燒鍋 一樣要配口缺 首先當然要先煎雞 要和雞走油 油不用多的 大概一茶匙多些就可以了 因為本身雞呢 雞皮會是 會是出油出來的 那就記住了 口缺是什麼 大火燒鍋 鍵煙落油 再鍵煙 然後才放進去煎 然後給大家看看 那些雞 是不是沒有水的 沒有水出的 那就是我們煮菜的 成功的第一步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是不是一直水都沒有 是呀 這樣拌雞 這樣拌雞 拌肉呢 煎出來才會好看的 那還有呢 就是 起鍋呢 起得好看的話呢 那些肉呢 都很快會離鍋的 就不用說 即是要攪這樣 攪那樣的 那就要記住 哦 想煎得好 做一個 要決是什麼 一下去 不要那麼多手 攪得它 現在這樣 我就翻轉它 即是雜失這隻鍋 讓它邊邊有些油 碰到的 那呢 我只要不攪它 稍為煎一陣 那就很快就會離鍋了 OK 剛剛呢 今天呢 我就看到有個觀眾的留言 他就說 喂 這些塑膠的 鉗呢 拿進去油炸 不是吧 會有毒物質釋出 諸如此類 其實呢 我想解釋一下 其實為什麼會出現這些 這些膠夾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是 大家看看 是不是 煎得好漂亮 我不用動的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易結鍋的流行 所以呢 就出現到這些 膠 即是塑膠的用具 膠鍋鏟啊 膠夾啊 那如果 膠夾不可以拿來炒菜的話 那些膠鍋鏟拿來煎蛋都出事的 是不是 大家說是不是 有時候 當大家 現在 現代 這個社會 就 不乏資訊 大家都會 經常聽到 很多 很多的資訊 但是 那些資訊 對不對呢 我想跟大家說 要是 要自己去篩選一下 如果是不行的話 那為什麼 那些家品鍵 現在超過六成 那些廚具都是塑膠的呢 是不是 那些夾啊 鑊鏟啊 很多都是塑膠的 給大家看 煎得漂亮不漂亮啊 是不是很金黃啊 這些雞 這樣就煎得漂亮了 炆雞 就很棒的 那這些膠呢 其實它是嚴格的規定的 那一般來說 200度是沒有辦法 溶得到 起碼呢 不過呢 這些鑊鏟 我試過很多次 這些塑膠 比如這些塑膠頸 這些塑膠的鑊鏟 這些塑膠的鑊鏟 我試過幾次 就是我連起來一起燒鑊 這樣就出事了 就是你直接碰到火 直接是持續加溫 超過200度的情況之下 它才會有機會溶 如果你就這樣 我這樣扔一下 扔一下是會沒事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如果這樣用法 是這麼危險的話 消費會早就出了聲 就不用等到大家 覺得有搖圓滿千飛 各有各的說法 OK 好了 這個時候 翻轉了之後 就差不多了 你看 大家看看 是不是全部都很金黃 是啊 這樣煎過雞之後 你想它不好吃都難了 所以 為什麼呢 其實我經常都跟人說 其實我們家廚 炆雞其實很多時候是好吃過餐廳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限於那個工具 繼續流程的關係 好 現在就加水了 那就加大概是 400至500米左右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時候 我們什麼都不用做的 任由它炆雞 大概是多久呢 炆它五分鐘 大滾之後五分鐘 OK 那先說一下那個話題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現代的資訊太過發達 那 以至於 很多時候 我們接收的資訊 未必一定是最準確的 很多時候要靠我們自己去篩選 那其中一個謬誤 就是說 這個膠夾 不可以拿來炒東西 不可以拿來炸東西 那 那一般來說 炒東西 我講過很多次 是150至200度之間 大家說是不是 你怎麼可能 那些膠夾 一般來說 超過250度 你持續加溫 持續加熱 才有機會消溶 溶了它才會釋出這個毒氣 OK 那這個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這些真的這麼有問題的話 那為什麼會吸收鑊鑊 這些這麼大行其道呢 不過大家呢 在這一方面來說 都要小心使用 因為我都試過幾次 我不小心 就是 放在這裡一起燒鑊 那結果呢 它就真的會溶的 OK 那這件事是使用上的小心 但純粹是你拿來夾東西 炒菜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OK 行不行 這樣就 現在呢 它就開始滾了 那我就計時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 我們看看結果如何 OK 好了 五分鐘過了 鐘響了 看看結果先 咦 差不多了 剛剛好 這些醬汁呢 我等一下就把它拿回來 就是拿回來 就是那些苦瓜 那裡用的 首先 關小火先 我这个单人操机不给大家看了 我先洗一洗锅 大家看到我关小火 但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可以保持炉头的温度 待会烧锅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太久的时间 通常这个就是我们为了要保持这个温度和加快时间的必要之外 有少少浪费都没办法 接着我把它抹干了 拿些厨纸 然后继续烧锅 烧锅一定要建烟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我很多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要黏锅底的多数都是这个程序出了问题 不是锅 大家要记住 现在出烟我就放一点油 两茶匙左右 可能会有些人 只是人会觉得很多 кто弄的油 只会 Canadian油 会比较多 兩茶匙 三茶匙 但你要记住 我炒弯 exists 就要经过当中央鱼鱼鱼鱼鱼鱼鱼肉 就 logically做到两斤 所以 ca mat 炒少了,分量少的時候就減少油量 好了,現在出煙了 我們先放蒜蓉去爆 之後我自製的萬用豆豉醬 之前有些朋友問我 可不可以用這樣來炒,當然可以 不過我平時懶惰 因為我炒了一次之後 我打算用久一點 通常是蒸的時候用的 所以炒的時候比較少用 通常是即時剁 好香 很多時候有些朋友可能會有疑問 為何你經常放這麼多油 你經常說是適當的油量 每一種食材 什麼為之適當呢 就是當我們一下鑊 炒第一段之後 立即吸收油 沒有多餘油分的就是適當的油分 同時間呢 你會看到呢 它是 會是比較亮的,亮身的 OK 這樣就OK了 現在這個時候炒苦瓜 有很多種方法 除苦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我現在這個 先下糖去炒 好 放了幾多 放了四匙 放了四匙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就放少許水 不用多的 少許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上鑊蓋 上鑊蓋幾十秒 讓那些糖完全融化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經常都說的 可以用這個方法 用手去試 這個鑊蓋這個位 它夠溫度 辣手的話 即是說 它那個 鑊底的溫度都很高 這樣就足夠了 OK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放回那些雞 下去吧 跟著之後再上鑊蓋 這次就少些了 給它兩分鐘左右就夠了 OK 好 等一下呢 響鐘我們再看一下 結果 好了 兩分鐘又過了 這個時候 哇 你看 這個時候呢 其實很多人呢 就是 有個疑問 或者有個疑難 就是 喂 每次呢 我炆苦瓜炆極 都不夠脆綠的 這個夠不夠脆綠的 那 記住 用我這個方法 先炆那些雞 苦瓜不用炆很久的 OK 行不行 好 這個時候呢 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要調味了 首先呢 我們就要加鹽 鹽呢 大概是 加一茶匙左右 就用回苦瓜的重量去算 因為本身雞就已經有味了 OK 跟著然後呢 然後呢 輕輕一點點的雞粉 下鹽不下 個人啊 不需要咬 跟著之後呢 就 生抽 大概兩茶匙左右 跟著之後呢 想給顏色更好一點 深一點呢 就加少許的老抽 大概一茶匙左右 大家看一下 我的水的水分量 控制得很好 OK 大家不需要擔心說 哎呀 主要就是在炆雞那裡去控制 就是水的分量 OK 哇 我這個 我自己私火的東西啊 大量的蔥倒啊 OK 跟著之後呢 炒一炒它 等它出個蔥香 這樣就基本上呢 這個菜就完成了啦 OK 搞定 會不會脆啊 給大家看一下 這副瓜還是很脆綠的 很青綠的 所以呢 其實呢 就是我們呢 要做的時候呢 想做到的效果最好呢 很多時候我們是要 分幾個程序去做的 記住啊 那待會呢 我裝起它之後 我再跟大家去做一個總結 你看看 這一隻大碟都裝不完 就是啊 所以呢 我每一次煮的份量都很多的 所以呢 大家不要整天以為我放很多油 喂 大哥 我不是示範啊 我不會做精緻東西給大家看的 大家說是不是 喂 我現在真的吃飯的嘛 那我當然是 一樣樣東西都以我家人的食量 那個份量為標準的啦 我怎麼可能 每次都做一個 炒一個例牌出來 是不是 喂 這裡起碼有三個例牌的 那我多放三倍油 有什麼問題 大家說是不是 但是很多人就不明白的 就經常都說多油多油多油 啊 那大家難看得到 那些醬汁 哪裏有油出來的 是不是 啊 都是那隻中式鍋頂住啊 那我稍微 就是 撿一撿 正它 大家看到 那些苦瓜呢 那些苦瓜呢 炆完之後 是不是都還是很脆綠啊 是啊 那大家要記住啊 那大家要記住啊 我們苦瓜 其實炆苦瓜 不需要炆很久的 記住啊 好 搞定 那現在呢 就做一個總結了 那其實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呢 就是 大凡這些炆煮菜 呢 大家要記住呢 就是 肉呢 一定要炆先的 千萬不要 就是 和蔬菜一起炆 尤其是 瓜類 為什麼呢 那些肉呢 本身是有鹽的 這個第一 它是會令到 瓜果呢 會變酸的 記住啊 所以大家看到 我每逢炒生瓜果呢 我一定是怎樣 一定是跟大家說 提醒大家 一定要最後才放調味 對不對 但是苦瓜會有個例外 因為它要除苦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加多些糖 所以就先加糖 OK 行不行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 大凡這個炆煮 除非炆芋頭那些呢 它就比較難軟的 就可以和肉一起炆 但是一起炆呢 它的時間都會短 所以呢 大凡是 炆肉 連瓜果一起的話呢 記住 一定要先炆肉 後放瓜果 那 大家才可以是 就是 做出一個 最佳的食用效果出來的 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瓜果呢 就不會過熟 也都不會瓦式 不會乳式 記住啊 所以呢 今次呢 我這個梁瓜炆雞 大家看到我是不是先炆雞 是的 然後我才做什麼呢 我才去炆好雞 才炒苦瓜 好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這次呢 這個影片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先炒苦瓜 我有沒有下水 基本上是放幾個水 讓它降溫 不要黏底 唯一的做法 但是我 就算我上鍋蓋 焗那些瓜的時候 我都沒有下水 因為呢 你下水的水蒸氣 是會令到那些瓜果 會加速老化 啞色的 記住啊 所以為什麼我先頭焗那些瓜 的時候 我都很少放水 就是這樣 OK 最後最後 那些瓜 炒透了 然後再下去兩分鐘 下雞 炆兩分鐘 就完事了 前前後後 我都是三分鐘 我怎麼會瓦式呢 是不是 大家再看看茶餐廳 餐廳出來的那些 涼瓜炆排骨 那些 涼瓜是否很脆綠的 除了它因為它 放了特別的 這個 baking soda 或者鹼水 令它更脆綠之外 其實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們炆煮的時候 那個過程很短促 但是大家會吃到 這排骨很軟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分開炆 因為餐廳的排骨 它是預先炆好 然後 然後你說要 你說要點個order 它才在 炆好排骨裡面 分一盒 排骨出來 然後就和涼瓜一起炆 都是兩三分鐘的事 所以它們便是脆綠 可以嗎 記住 想有口 照頭有口感 又有食味 記住 涼瓜不要炆太久 可以嗎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今天 現在過中秋節 中秋節快樂 這條片應該是盈月的時候才發的 多謝大家 小弟其實現在都已經很精神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現在唯一就是等放監 放監之後 我就可以去買菜 就有新菜式做了 OK 好不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吃飯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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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